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开始争执这个问题 就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殿下就带着他们出去游山玩水了 然后就遇刺了 红灵叫殿下先走 殿下偏步 非要跟他并肩作战 然后红灵为殿下挡了一刀 殿下也自己中了一剑 身手中伤 红灵很是自责 不过好在殿下没有什么大碍 殿下看着矮人这么关心他 也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过去没多久 元朝的时节传来旨意 叫高利果出兵帮他们打仗 而且说殿下没有子嗣 让他另立其他的继承人 元朝文武也是吃饱了 撑得没事 跟他跟着瞎起哄 这个时候 王后也是相当有志气的站了出来说 谁是我们妹孩子的 我们还年轻 我们还能生 于是当天晚上就决定给殿下试寝了 殿下说 呃我不行 我搞急 你还是回家吧 王后说 我也不行 我要是回去 你就死定了 于是殿下就想出了一个耐人寻味 且特别傻叉的主意 就是 自己的耐人来睡自己的女人 于是当晚和红灵相好之后 就把这个主意告诉了红灵 红灵一开始是拒绝的 啊 殿下 卡吉玛 臣妾 做不到啊 但是 拗不过殿下也没办法 于是就硬着头皮去了 结果刚脱了一副上场 准备闭着眼 下 呃 下口 嗯 反正就是下哪你们自己脑补吧 就看见王后在哭 瞬间就尾了 于是第二天 他就又跑去跟殿下说 殿下 卡吉玛 臣妾 还是做不到啊 殿下说 其实 我只是想要一个 跟你一样的孩子而已 瞬间就把红灵红的晕头转向的 于是一股作气连跟了两个吻声 干的那叫惊天地 气鬼神 啊啊啊啊 这个时候呢 隔壁的殿下是彻眼难眠 心里难受 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 两个人都很是尴尬 于是红灵请求出宫 调查刺客的事 但是他满脑子都是和王后修修的事情 路上还给王后买了一个香盒 偷偷跑去看文后 结果一回来就看到了 酷酷思念他的殿下 于是两个人就睡在了床上 红灵后面就觉得 啊不行不行 我精神出轨 啊我对不起殿下 于是他紧紧抱着殿下决灵 痛该前飞并把香盒扔掉 可是这个时候突然听说 王后冰了 就又忍不住给王后送药 于是借着夜黑风高 告诉殿下家中有事 借口要离开 但殿下是谁 他可是高丽国的第一大猪蹄子 很快就发现红灵说谎 于是殿下吃醋了 找了个借口 不让红灵和王后两个人睡了 红灵恋恋不舍地 看着王后来到他的寝宫 把祥和送给了王后 提高了两个人的好感度 但是没过多久 在一场宴会上 红灵就忍不住痴痴地望着王后 这时候 一个小侍卫送来了菊花糕给红灵 红灵就想 我操吃你妹的菊花糕 老子天天吃菊花 给干嘛干嘛去 然后就继续看着王后 结果一转头 发现王后不见了 原来王后约他 去收库见面 两个人一见面 就是干柴烈火的跟着古典 啪啪一啪啪 并且约了第二天继续 第二天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为绿菊人的殿下 派红灵去执行任务 红灵满脑子都是 王后心不在焉地接受之后 也不去跟殿下汇报情况 就跑去找王后 结果人家已经走了 画面一转 王后请家回娘家 殿下也发现了 红灵的不对劲 训斥了一番 也没当回事 但是红灵满脑子都是 王后追到娘家 就来了一发发发 两个人互诉中场 我们的绿菊人殿下 还眼巴巴地 给红灵挑了一匹马 在红灵家门口等着 第二天 红灵回来发现 殿下在家立刻就慌乱了 撒谎说 自己看了一晚上的兵书 殿下心想 你以为你骗三岁小孩 你这么刻苦 你这么用功 你这么牛逼 好那打一架 于是两个人就打了起来 所以显然草劳过度的红灵 肯定是打不过的 于是两人一个心里想 叫你出轨 叫你出轨 一个心想 等一下 你不爱我了吗 我不是你的小宝宝了吗 真无可恋 殿下先完火之后 让红灵好好想一想 红灵正郁闷就受到了线人举报 说有人造反 然后就来追捕 拿到了逆贼名单 发现居然有王后的哥哥 殿下这个恼羞成怒 还于是摆了个红门烟 一口气诛杀了所有反叛大臣 叫红灵单独去杀国舅 红灵正哪下的去手 于是他为了王后 就放了国舅一马 谁知道他的副手背叛了他 殿下知道了之后 转天把两个人叫到一起说 我觉得你们俩生不出孩子 不如换个人 两人一听 肯定是不同意 皇后心想 自家姐妹睡时就得了 你还要找外人 你要上天吗 于是王后就决定要死奔 可是红灵不敢 跑去跟王承认了错误 说自己贪图肉欲 跪了一夜 王后也适当的以死明智 殿下心里不忍 就原谅了他们 并且便红灵去外地认知 在临走之前 两个人又恩爱如初 临行前 红灵知道王后怀孕了 趁殿下睡着 去见王后 一个没忍住又来了一炮 那叫一个干柴了以后 天雷滚滚 哎哟 结果呢 就被殿下抓了个正着啊 见到两个人是互相爱慕的殿下 怒不可 就想 红灵 那个骗子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男人 我说什么也不让你得到我 然后 来人啊 把他给我淹了 于是就把红灵淹了 却得知了王后怀孕的消息 殿下心中那是一万只草你妈 飞驰而过 于是就叫副队长 把所有的知情人杀人灭口 王后怕殿下会杀红灵灭口 就把红灵的心腹找来 把红灵救了出来 骗他要一起逃跑 逃了大半路的红灵发现 哎 自己被骗了 就头脑发热要回去救王后 路上冷静下来的他 又回来找兄弟 发现兄弟 因为他的原因被抓走了 而且被杀了 头挂在了城门前 其中有一个女人 带着他送的香盒 他以为是王后 王后也死了 于是 红灵就乔中打扮混入回国的队伍中 混入皇宫 准备跟王一决死战 为王后报仇 两个人见面之后 寒暄了几句 红灵就拔剑相笑 于是两个人就不由分手地大打出手 而赶来的侍卫 也因为殿下的指令 且怕自己知道的太多被灭口 所以希望两个人都死了才好 哦哟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儿啊 王利用机会 一剑捅进了红灵的胸口 但是王依然爱着红灵 想给红灵最后一个机会 红灵利用机会 一剑刺死了王 但是被旁边等待 实际已久的副队长 一剑终结了 红灵临死之前 看到了轮讯赶来的王后 也算是不虚此行 双花店的故事 大概就这样结束了 这部片子呢 其实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也有很多有意境的画面 很美的片段 但是由于一些不可告人的因素 所以就把它删掉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观众可以去看看原片了 最后听说长得好看的人 都可以把妈妈订阅了哪 你也记得订阅哦 爱你 么么哒